电影余娜,与你简优,大家好,我是小悠,今天带来一部国产恐怖微电影《我是谁》,过时开始,出租车司机正在送往乘客前往郊区,此时声音机播报了一条新闻,最近本市发生了多起出租车司机被摘除器官的犯罪事件,请广大司机多加小心,画面一转,一个小黑屋里躺着一位绷带小哥,过了一会儿,进来一位女人,小哥虚弱地问,你是谁,我在哪儿, 女人说,我是你的妻子,这是我们的家啊,医生说你因为重创,导致近些些失忆,休息几天就会好的,小哥继续问,到底发生了什么,妻子说,发生了车祸,你身上多处骨折,你也被烧伤了,不过你不用担心,我请了最好的诊容医生,妻子走后,小哥努力回忆着,但什么都想不起来,就在这时,隔壁房间传来男子的一声哀嚎,接着就听到了一阵电锯的声音,小哥无比惊恐,不知道隔壁发生了什么, 小哥艰难地爬下床,发现床底放着一个垃圾桶,就在小哥准备查看垃圾桶的时候,妻子进来了,妻子急忙把小哥扶上床,然后告诉小哥不要随便乱动,小哥说,刚刚那是什么声音,妻子却回答,你就好好休息吧,工作的事不要你操心,说完,妻子就出去干活了, 第二天,小哥还是想看看那个垃圾桶里面有什么,拉出来一瞧,发现里面有一条染红的毛巾,剩下的就是各种各样的锯子,过了一会儿,妻子进来给小哥换药,小哥躺在床上一动不动,似乎在装睡,妻子走后,小哥想到外面看看,结果房门反锁了,打不开,于是小哥从垃圾桶找到了锤子,将门锁砸掉了, 走住房间,小哥看到了很多被肢解的尸块,受到了刺激的小哥,突然想起来出租车上面的那条新闻,难道这里就是出租车司机被摘除器官的犯罪窝点,这时,妻子拖着一个黑袋子进来了,小哥想趟回房间,却被妻子发现了,妻子将小哥绑在床上说,老公,你现在需要好好休息,别乱跑,明天给你拆线,你就会恢复记忆呢, 次日,妻子过来给小哥拆线,看着镜子中妻子的脸,小哥的记忆也在一点点恢复,原来这个小哥就是一位出租车司机,那天晚上,小哥搭载了一位乘客去往郊区,谁知道这位乘客是一名罪犯,为了保住性命,小哥把钱包和手表交给了罪犯,结果一个女人拿着凶器从后面走了过来,小哥感到了危险,于是狠狠地踩了一脚油门,最终发生了车祸,导致他们多处骨折,领不毁容, 影片结尾,妻子笑嘻嘻地说,老公已经帮你恢复了以前帅气的容颜,结果小哥诧异地说了一句,我的脸,妻子脸色一变,举起手中的锤子,故事到这里也就结束了,看到最后的结局,小伙伴是不是有点不明白呢? 其实就是妻子把出租车小哥认成了自己的老公,因为那天晚上,罪犯抢了小哥的手表,并戴在了自己厂上,随后就发生了车祸,两人毁容,而妻子知道自己的老公是没有手表的,自然就把没有戴手表的小哥当成了自己的老公,最后小哥说了一句,我的脸,听到这三个字,妻子就才意识到自己救错了人, 所以出租车小哥凶多吉少了,电影余娜,余你解游,下次再见